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投资马拉松频道 两天前呢,在黑莓公布Q2业绩之前 我曾经做了一期财报前瞻的视频 并且问大家是否考虑赌一把财报 主要是指赌它的专利业务售出价格会不会公布 而且那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数字 结果呢,小道消息就是小道消息,不是太准确 出售这部分业务的数字并没有在财报同时公布 但股价却在当天盘后还是上涨了 最高上升了接近10% 而第二天开市最高上升了接近15% 最后大概涨幅11%收市 同时还伴随着成交量的放大 看来我那天的手气还不错 财报以前入市是赌对了 但是原因没有赌对 那么市场为什么看好这份财报呢 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值得关注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其实对于没有深度关注黑莓公司 过去一段时间转型期 它对各个业务安排的投资者呢 乍一看它的财报并没有什么特别惊喜 销售额逐年下降 下降的幅度还不小 也仍然没有扭转亏损 只是比分析师预期的亏损少了一点而已 我也看了一些其他的分析 包括一些做其他的内容 比较专业的一些分析 也没有说出来一个所以然 不过这也难怪啊 说到黑莓 能比我这个频道 说的更透彻的应该不多 有点自卖自夸了啊 昨天呢我看了财报 也听了CEO的电话会议和他回答投资机构的投资者的一些问题 下面我把重点跟大家汇报一下 到监管机构的一个审批通过 一次性进行套现 然后专注于他主要的未来发展的业务 这样做呢会对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呢是有利的 另外呢 从公司的估值上 很多分析师说他们一直都不知道该给怎么给这块业务进行估值 这也一定程度上呢影响了黑莓股价的一个合理估值 等到第三季度的一个财报出来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也知道了他最终的出售价格的话 那么对于黑莓公司的市场价值也是一个参照作用 也是有一个参照的作用 比如他卖了四个贝林 那当然了这是我胡说的啊 做梦瞎说的 只是举个例子 假如他卖了四个贝林 那么黑莓现在市值是六个贝林 那么他剩余的业务呢只有两个贝林了 那就显得非常便宜了 那么他的股价就会大涨 这是非常容易理解啊 当然了反过来也是 如果他卖的非常便宜 也可能大家觉得他这个其他业务的估值没有这么高 也可能跌也有可能 这个我们就今天不在这里展开说了 另外呢 这笔卖资产的这个钱呢 对于黑莓未来发展他其他两项业务 主打业务 也有很好的资金支持 我之前的视频里边也提过 我个人认为呢 他的这个售出价格呢 可能应该是在一个或者两个贝林之间 算是比较合理的 我主要是参照了他之前每年的营业额 还有利润率 以及考虑到他有一定的时效性 当然了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对他具体的那些三万八千个专利 里边有多少在卖有什么值钱的 我也不是太懂啊 只是一个猜测全当一个娱乐项目吧 我们到最后看看拭目以待吧 有这方面进一步消息的时候呢 我跟再跟大家分享 与将要出售的这个业务相比呢 陈总自然呢 还是花了好多的时间去讲解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 还有IoT物联网这边的业务情况 第二季度呢 IoT与第一季度 这个业绩呢 是相等的差不多 我们都知道 汽车行业呢 有个芯片短缺 对它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这部分的影响呢 与公司另外的在设计软件 还有服务方面的一个 不错的增长呢 相抵消 所以呢 这两个大概呢 就差不多了 从陈总说呢 就是下半年呢 这个方面的这个业绩呢 会比上半年应该会好一点 当然了 也会还会继续受到一些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啊 包括这个疫情啊 还有芯片短缺的情况 另外呢 在QX汽车操作系统 还有它的服务方面呢 也有一个新的进展 在上个季度呢 它是声称有全球的 全25个最大的 电动汽车制造厂家里面 有23个呢 是使用QX 就是BlackBerry的这个 汽车操作系统的 或者是相关的软件的 这个季度呢 又有一个好消息 增加了一家 就是戴勒姆公司 也就是奔驰的这个公司 目前呢 也就是25个里边 只有一家 还没有加入这个行列 我猜呢 应该是特斯拉了 因为其他24家呢 是占整个市场份额的82%了 还有18% 那就是最大这家 应该是特斯拉了 我觉得 而且特斯拉也是 好多事情都是垂直 都是自己做自己的 当然了 陈总也说 他们的销售人员呢 也在努力争取 去跟这家公司合作 我们看一看将来情况的发展 另外呢 BlackBerry的IV的进展呢 也如预期 会在10月份呢 将产品推荐给这个汽车制造厂 以及他的软件合作伙伴 去开发相关的应用 明年1月的时候呢 还会参加相关的展会 他也具体的提到了呢 最近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建基于IV这个平台的一个支付应用 简单说呢 就是让车队 把这个汽车呢 当成一个支付的工具 不再需要其他的一个 第三方的一个媒介 有兴趣的可以专门去了解 或者我们可以以后再聊 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还有一块业务呢 就是Cyber Security 在第二季度呢 它比第一个季度呢 是增长了12% 从107个Million上升了 到了120个Million 我想呢 黑莓财报后股价的上升呢 主要是跟这个因素有关的 过去一段时间呢 黑莓公司被市场诟病的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销售额表现很差 总说呢 这个技术好 那个产品好 但是呢 不见销售额的增加 这个就很让人头疼啊 你的产品没有得到市场的 这个接受 再好也没有用 口头上再说 再好也没有用 那么它这些情况呢 是在就是整体的这个Cyber Security 这个市场行情 整个行业的这个表现 比较好的情况下 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一次呢 它总算表现比较好 让市场呢 和投资者呢 为之一振 在产品的整合 基本完成以后呢 过去的一两个季度呢 它的公司工作的重点呢 都是在加强销售 现在呢 这方面的努力呢 应该是见到了一定的成效 陈总呢 也在这个板块的一些具体的进展上 举了几个例子 说明了公司是如何利用它成熟的AI技术 用防范为主的这个理念 在发生网络攻击之前呢 就解决问题 避免问题的出现 这是跟其他的竞争者 不太一样的地方 关于这方面业务的介绍呢 我专门有一个视频 我会放到这个留言区 把这个链接放在那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市场上有些分析呢 对比黑莓公司 今年还有去年Q2的业绩 会发现去年减少 比去年减少了很多 主要的原因呢 我这个频道的观众都知道 是因为它在洽谈 出售专利部分的这块业务 所以冻结了很大一部分的 这个收入 如果不知道这个原因呢 你肯定会觉得 这个季度的销售 这个并没有什么 任何的改变呢 所以呢 我这里想提到一点 就是说对一家公司的了解呢 即使是一些专业的人士 也是 要做到尽可能的全面 但是呢 人的时间又是有限的 精力也有限 不可能对那么多公司 都研究的非常透彻 所以我的看法是呢 如果你不是投资ETF 你是要投资具体的公司 那么呢 与其你是每家公司都好像很懂 但是呢 只是了解一点皮毛 不如呢 对那些值得研究的若干个公司 了解的更透彻一些 如果您觉得这方面的内容 对这方面的内容有兴趣呢 我这个频道主要就是做这个的 这里做个小广告 那就您订阅一下 然后我们以后呢 会多分析这方面的一个内容 这里呢 也说一下 黑莓公司的网络安全部门呢 最近有一个重要的人事变动 负责这块业务的销售总监 Tom宣布10月将会离职 代替他的呢 是曾经在McPhee的这个公司做销售的 也是那方面的销售负责人吧 也叫Jung 我这个频道里面有观众呢 在留言区说 让我也说一下 对这个人事变动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一下的 毕竟Cyber Security是 黑莓公司现在最大一块的业务的来源 这里简单说一下吧 其实我看的公开信息里呢 还看不到Tom离职的这个原因 只是陈总呢 只是在这个发布会里边呢 只是说他领薄高就了 并没有更详细的这个描述 Tom呢来黑莓公司 其实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我的猜测哈 因为我们都是外来人 外边的人 不知道内幕 要么呢 就是他水土不服 或者是觉得这个活太难干了 黑莓的东西太难卖了 自己主动辞职 要么呢 就是陈总呢 认为他办事不力 主动要求换人的 我之前呢 这里说一个小花絮 我之前曾经看到一个 Tom介绍网络安全这方面的视频 他那时候开玩笑说 黑莓的产品很棒 市场的空间也非常大 不需要抢夺竞争者的市场 就很容易实现两倍 或者三倍的业绩增长 要么业绩增长 要么就是我走人 我当时呢 觉得他是他说话的方式吧 也是开玩笑 没想到一语成谶 真的发生了 对于这个人事变动呢 我个人觉得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对公司的发展呢 也没有那么大影响 反过来 如果是陈总在合约结束之前 他提前离职 又或者是公司大股东 号称加拿大巴菲特的那个 Prem Whatser 跟陈总的关系破裂 那才是真的需要担心 特别是当这个公司正在转型 而且没有真正成功完成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详细就是说再说一下 就是汤姆呢 他毕竟来这个公司才一年多 公司对他呢 应该也没有那么大的依赖 另外呢 接替汤姆的那个人兄 这个John呢 看起来呢 其实他比汤姆在网络安全 这个具体专业上的 这个销售经验呢 应该更多 虽然他们都有 比较丰富的销售背景 但是John呢 是更直接的在CyberSecurity这个方面的 应该有更多的Connections 而且呢 就是他是在消费者业务 还有企业层面呢 都是 所以呢 我的猜测哈 只是猜测 这更像是公司主动的一个 寻求的一个改变 这改变呢 应该是积极的还是正面的 好 总结一下 Q2黑莓的业绩呢 是近期以来比较理想的一个 这每个业务的板块呢 发展都是挺好的 专利呢 已经谈判到了尾声 然后呢 网络安全业务呢 也有不错的提升 QNX呢 持续获得市场的这个认可 Blackberry IV 也进展顺利 所以呢 市场也给了它相应的肯定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持续关注 公司在这各个方面的进展呢 是否可以持续 我这里做一个小广告 我短期呢 可能未来这几天吧 会做一起新的内容 是我对未来一段时间 投资黑莓公司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新的决定 因为我之前也提到过 我会根据这个黑莓公司的业务的进展 来做一些策略的调整 投资策略的调整 现在呢 我会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请大家关注 好了 我今天内容呢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 对您了解黑莓公司 有帮助的话呢 请您帮忙点赞 然后也订阅这个频道 非常感谢您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